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志彤 這個環節又是邀請來Arnold DKArnold,你好 梁志彤,你好 提提大家 如果有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 問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追問題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在WhatsApp-0714-200給我們 Facebook上我們都是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 最新走勢 恆指升近37.27695 國企指數跌19.10614 大市成交487億多 今天成交比較少 如果看牛股證、街貨分佈 下方的貼價牛證 累積了不少的期指章數 如果看市場 今天比較悶悶 現在如果大家是否搏向下走 即是直播率會大些 在這些位置 你說在沽下去 直播率方面的確是 這些位置看探後是好的 但問題是在這一刻馬上出手 問題是在五月份 跌得這麼急的情況下 這些位置再去追沽的話 我覺得風險會相對比较大些 所以我一直都建議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會彈到接近兩萬八這些水平 就開始再追沽 這樣會相對地比較好跌 整個紅市價格都說 都幾明顯下 未來 你說 我想真的有個比較明確的 可能等到六月頭 如果你說未來這一個兩個禮拜 中國和美國的貿易進展狀況 都沒有任何好轉 六月頭開始大家互推灌稅 甚至內地公佈完五月份的經濟數據 藉著這些消息 有機會再跌到一陣 甚至會擔心在圖表形態上面 會形成一個浪低於浪的甲骨 你始終 例如你看回50天線和250天線傳統 看回這兩條的平均移動線 這一刻 如果50天線和250天線 是的確沒有發一個死亡交渣 對於你說發死亡交渣 我相信未來一兩個月 不會見到的 但問題是你如果說其他平均移動線的話 50天線和10天、20天線 那些都已經發死亡交渣 未來如果當這條50天線 就是穿上250天線 真正是另外一個空事走出來 這一刻還未去到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回整個中期走勢上面 由歷史高位這些位置去跌下來 去到上年低位的時候 如果說整體的反彈幅度 剛剛是反彈0.618左右 如果你說未來 真正在短線方面 不能夠上一條250天線樓上 會不會再走另外一個熊市格局 其實現在的可能性 真是明顯地增加著 你看基本因素上面都是配合的 你說未來 隨著中美貿易的情況 再進一步緊張 或者甚至說內地的經濟數據 再進一步轉差 都有機會是借勢 令到市局向下調整 所以我想在這些位置的時候 大家最好真的抱一個比較深深的態度 嗯 好啊 講完大使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你好啊 喂 你好 喂 是不是你找 對 是啊 對 是啊 支持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呢 現在的股票又說 至少不要買字 那油股呢 油股可不可以 這個28835可不可以 現在的位置入 還是什麼位置入 謝謝你 但是油價 最近的地緣局勢 好像有點緊張 如果是先說油價的走勢 如果想買一些油復股 或者是一些油股的時候 油價走勢都很關鍵 油價暫時你看到的勢頭 都不算是差的 沒錯就是指同說 牽涉著地緣政治因素的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當油價升 只是因為地緣政治因素的話 可以預示很多油公司 不會因為這個因素 看到油價升 而開始增加他們的開採量 或者是加大購買的石油設備等等 所以一定不會從這個出發點 這些位置去考慮買一隻28835的了 其實你今年論業績 283的業績表現上面 都應該不會太理想 甚至虧損狀況很大機會 繼續延設 就算盈利復甦 都不能夠提升估值 所以基本上283一定不會是考慮的 甚至你看到估計走勢上面 受制住條十天線 不斷地向下市的低位 至於283 這類型油股 我都不會建議去買了 因為其實你始終在說 論估值他們又不算是很貴 但是同樣地不算是特別便宜的 油價暗年來講 就是對比上年同期的時候 今年很大機會在四個季度 都是在說 有一個暗年下跌的情況在 所以業績上面表現都會一般 最重要就是油價 是受到地緣政治因素 而由所上升 但是假設 中美貿易的情況 再進一步緊張 大家會預視 就是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步伐 到時候這些的油股 石油價格 油市期貨上面 都很大機會 有很多投資者會迫著去減設 拋售這些相關的資產在 所以你說這一刻 只不過見到油股還未跌到下來 但是你在這些位置去入市 買這些風險資產 我又不會願意這麼做 好 油伏股不建議買 也是 市似乎氣氛都不太好 入市都要審慎一些 另外再回答一下 類似了不少的問題 WhatsApp也好 Email也好 也要問一下Arno 有些朋友 可能看到報紙 就說全泰興會上市 這些飲食的 或者連鎖的餐廳 這些股份 脆話又讓你看 泰興這隻抽不抽過 不會建議抽新股 這段時間 我始終覺得很難突然去炒 有機會出現過元歸邊的狀況 其實近期來說 新股 最近上市的 稀土概念股 你都看到是炒得很小 你炒貨源歸邊 有機會上來 但是這些市況 純粹我相信 在這一刻 資金真的沒什麼出路 新股可能還有機會炒起 但問題是未來 你再攤軟一點 之前都擔心紅市甲局 越來越明顯 那時候新股要炒貨源歸邊 相對沒那麼容易 你看到去年的情況 很多新股 其實整體表現上 是比較令人失望 新股永遠都是大前提議 市場氣氛好的情況下 才有機會有一個炒作 所以暫時來說 我想就算 這些可能餐飲股 和經濟敏感度不高 但是我想股值 因為他們上市的時候 我相信股值都不會提升 所以都不會去考慮 好啊 暫時來說 市場氣氛一般 新股不建議 又建不建議 66號呢 港鐵呢 另外一位朋友問的 就是港鐵 都是未有貨的 現在考慮買港鐵 好不好呢 我想你有個這樣的心態 如果你說有很多人 有很多現金在手 真的打算開始便宜 去駁入市的話 會建議選一些公用股 你拿著公用股在手 用來長線收息 做一些長線的投資 其實就沒有壞的 我相信未來即使市況好一點 都不會說突然間有個大幅資金流走 突然間的股值要大幅向下收跳 甚至港鐵方面 近期有很多大廣報告留意 都相對地比較看好 本地的樓市的整體表現 港鐵那些地鐵站上的項目 未來這一兩年來講 譬如黃竹坑這些相關的項目上面 都預料有個不錯的銷售增長在那裡 所以這個股值有機會製造一步提升 但是唯獨就是港鐵市況開始跌 你去追港鐵公用股東等 就會有個高追風險在那裡 所以你說部駐策略 建議的策略上面 分駐可能是分兩駐去買 港鐵48元第一駐 第二駐46元 分兩駐去買 以分大約是40元左右 不穿的話 其實整個目標 再看50元這些位置應該不難 好 港鐵就可以分兩駐 另外一位朋友問 就是941宗移動 不知道是不是聽你講 就是可能 現在就是擔心5G的發展 但是相反這些電訊營運商 他們可能推遲盈利會有壓力的情況 941宗移動 他們說想 可不可以反彈 你有否建議 近期有彈一彈的積作 但是你看到今天又突然間 又調整回到1%左右 其實我也在說 始終 從3月份開始 中移動的全年業績 派息比率上很令人失望 第一季業績 阿布也好 或者說在固防業務上面 整體公司營利能力上面 都是令人失望 連續兩季業績 變得這麼差的情況下 即使現階段 有一個憧憬 就是5G 資本開支中心度相對地比較活慢 對它來說 都很難一下子 將股值大幅提升 再加上今天 為何跌得比較多 可能有些消息 在內地的股市部註冊 暫時來說仍然是沒有變 所以之前的衝勁 可能畫滅了 我預料中移動的股價走勢 波幅區間 大概70-75 元這些水平 落多一點 是可以去薄 甚至如果薄了 暫時繼續持續都沒有問題 我都建議以70元做止息位 5,70元的 我覺得都有條件 可能封回股價 上75元樓上這些位置 好 除了941之外 又問一下三八八 港交所 最近的市 今天的市 比較靜一點 這幾天都是拉鋸 但是如果官符 再之前的成交 都有千多億 港交所 你又看不看好呢 如果你看回港股整體成交金額上面 的確你未見到有個明顯 縮了下來的跡象 是 就算跌市成交大 跌升市成交小 升市成交小 升市成交小 日均成交金額 起碼都有八百億 樓上 所以現階段的狀況 外資有個流出的跡象 但最主要都是由A股流出 可能你有不少 本向北上的資金 現階段流下來 可能停留在香港上面 如果你看回港會的走勢上面 近期起碼你沒有見到的狀況 港會不斷試著藥方保證 即是沒有一個出現一個 情況之間流出的狀況 所以我相信 只要市況略為能夠彈一彈 之前說的 跌了這麼多 有機會技術反彈的 港交所也有機會打一針 但是其實如果彈一針之後 我都會建議走 因為始終說的 後市各不明朗因素實在太大 現在說的 之前市場衝景 譬如港交所推的A股期貨市場上面 還有沒有機會 又是成為一個炒作焦點 甚至外資流出的情況 可能未來會越來越嚴重 這些都是一些不明朗因素 所以我覺得你是港交所 我覺得240元這些指示位 都要繼續研修 有貨的研修這些指示位 如果有機會上回260元樓上 我都會建議開始逐步減遲 好啊 還有少許時間 問一下2013 這隻就是微盟集團 都不知道它有沒有貨 但應該追不追得過 我不會建議這些位置選擇這些軟件 新經濟股 其實論估值這些股份 一定估值貴 只不過之前市場氣氛好 一度能夠炒上來 其實你看到 這個月近期 自從大約5月份之後 整個下跌的動力 是十分強的 雖然這兩天有出現反彈 但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完全收復不到 前天的大陰燭水平 所以你說整個浪低於浪的形態 有機會延續 你看整個圖表形態上面 之前在講 在4月中那段時間 一試過跌下來之後 是有得大 但之後很快又會再試下跌位 看這個圖表形態上面 完全修補之前的上升裂後 就是試下4元這些水平 真是不意外 所以你說現在5元左右 這些位置 我自己覺得風險大 因為始終在後市 隨時還有兩成的調整幅度 問題都答得七七八八 我先跟Anno申報 Anno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下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Anno 詳細的分析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回來再見